看看这样的肌肉大神,你喜欢肌肉男吗? 像不像绿巨人浩克? 他可以举起540斤的重量 当然,他每天要吃三斤半肌肉和两斤牛排 当然还有像这样的女浩克 今天让我们来看看你惹不起的十个绿巨人般的肌肉大神 第十位,罗尼克尔曼 罗尼克尔曼是世界健美运动的风向标 他体重在272斤左右 一般的健美运动员很难达到 克尔曼之前是个橄榄球运动员 这就是他爱上健身的原因 后来他搬到了德克萨斯州 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 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 克尔曼注意到了一则警察部队的广告 并去应聘 他的同伴鼓励他去参观他们附近的一个健身房 该健身房专门为举重运动员和竞技人员开放 从此他开始魔鬼训练 之后他迅速成为健美世界的风向标 克尔曼还获得最多的国际健美协会职业比赛次数 共有26次 包括8个奥林匹亚先生冠军 第十位,阿诺德士瓦辛格 即使你不了解健美 但你一定知道阿诺德士瓦辛格这个名字 这个出生于奥地利的健美运动员 以最年轻的身份赢得了宇宙先生的头衔 当时他只有20岁 多年来 获得包括4个宇宙先生和7个奥林匹亚先生头衔 在成功的健美生涯之后 他把目光转移到影视行业 施瓦辛格迅速崛起 并最终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他出演的电影也都非常出名 第八位,金西夫斯基 她是健身行业中最有成就的女性之一 她赢得过很多荣誉 她拥有42厘米的公二头肌 71厘米的四肢和1.17米的胸部 她在1996年至1999年的奥林匹亚小姐比赛中连续保持不败 1999年 在离开职业健美世界后 她与丈夫查德尼古拉斯和他们的两个孩子 在斯普林菲尔德过着平静的生活 第七位,马库斯鲁尔 被称为德国噩梦的马库斯鲁尔 与许多行业中的其他健美运动员相比 岂不较晚 19岁时因膝盖受伤 导致她的职业足球梦想粉碎 所以她开始练习举重 并参加了她的第一次比赛 五年后 她的体重达到了220斤 比开始训练之前重了近90斤 马库斯赢得两个重量级的总冠军 开始了她的辉煌的健美生涯 第六位,尼科尔贝斯 尼科尔贝斯迄今为止 最受欢迎的WW女演员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她是美国最知名的健美运动员之一 她曾参加过著名的摔跤比赛 如XBW和极限摔跤冠军赛 她也是国家摔跤联盟和世界摔跤协会的成员 她最引人注目的职业成就之一是 赢得NPC全国健美比赛冠军 她还经常开展巡回表演 第五位,乔安玛丽 她是一位健美运动员和职业摔跤手 她在1997年参加世界摔跤联合会的比赛时 崭露头角 世界摔跤联合会是世界摔跤联盟繁荣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 收视率极高 由于她健美的体格 她还曾在2002年参加新日本职业摔跤比赛 还登上过花花公子两次 并出演各种电视和电影角色 她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是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第四位,罗莉温克勒 荷兰野兽罗莉在美国展露头角 她在2009年IFBB也于锦标赛上赢得了总冠军 她展示了极具震撼力的肌肉素质 这次活动中的表现预示着她在未来将大有作为 温克勒1.7米的小身 财上是如何长着258斤的纯肌肉的 我们不得而知 但参考她在健身方面的努力 这是有道理的 她每天锻炼一个肌肉群 每周去健身房五天 从周一的胸部开始 到周五以她最喜欢的手臂训练结束 她在周末休息她的肌肉 让她们恢复并准备好迎接另一个星期的高强度训练 在获得职业资格证后 2010年她回到了IFB阿诺的经典赛 她令人瞠目结舌的体格赢得了第七名的好成绩 她在同年的澳大利亚IFBB职业大奖赛中获得第三名 第三位 穆斯塔法伊斯梅尔 即使是不熟悉健美运动的人 也会认出穆斯塔法 这个人最近才走红 也为她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手臂二头肌和三头肌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但这也极具争议性 人们怀疑这样的手臂是否都是天生的 78厘米的手臂令人印象深刻 人们指责穆斯塔法滥用肋骨唇 但她坚持认为 她的肌肉是高蛋白饮食和高强度锻炼的产物 她声称自己可以举起540斤的重量 她每天吃三斤半肌肉和两斤牛排 不管穆斯塔法的体格背后是什么原因 但确实是拥有令人生畏的体型和身材 伊丽斯凯尔是最成功的职业健美运动员 她赢得了十枚奥林匹亚小姐奖牌和七次国际小姐奖牌 她在奥林匹亚小姐中的连胜记录 为她赢得了女罗尼的绰号 她在23岁时就获得了职业资格证书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人们将她的身材与菲尔西斯的相比 她们的肌肉都非常漂亮 赢得2014年奥林匹亚小姐大赛后 她就辞职了 这也是最后一届奥林匹亚小姐大赛 第一位 保罗杜兰特 在她的全胜时期 她堪称怪兽 她的血管和肌肉是无可比拟的 这样的体格使她在这个榜单中赢得了第一的位置 在她开始健美生涯之前 她是加拿大足球联盟的顶级球员之一 这为她的健美生涯奠定了基础 她比其他大多数健美运动员都要高 达到1.88米 重量约272斤 她1994年在阿诺的经典赛的舞台上 发生了不幸的事故 她在舞台上保持一个动作太久 导致了脱水和静乱 在这次活动后保罗休息了一年 并在1996年返回 2012年退役后 保罗开始了她的个人训练业务 并成为世界健美协会的首席执行官 你喜欢这样的体型吗 有没有震撼的 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 感谢收看 下期带给你其他有趣的视频